出席国民党议员 却梅沙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蒋万安大进场 短短一段路走了快五分钟 跟支持者热情握手 动算声更是没停过 包含国民党副主席林盛文 多名兰姻议员都来相庭 蔣万安在喊发重阳进老金 可问者错误的政策可以改正 那自己说错的话是否会改口更正呢 蒋万安是见烈欣喜 人家没有讲的事情 你塞到陈时中的这个嘴巴里 这个也不公道 失言是难免的 但我觉得蒋万安应该向陈时中道歉 蒋万安日前到万华跑行程 痛批陈时中说万华是破口 但这句话并非出自陈时中的嘴 而是卫福部次长石充良 自身媒体人陈辉文痛批 蒋万安见烈欣喜应该道歉 蒋万安不认错 持续猛打万华破口 而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蒋万安最新民调百分之二十九点六 黄山山百分之二十八点一 沈时中百分之二十七点八 三人都在误差范围内 蒋万安不松懈 持续猛攻 但民调领先似乎让蒋正英 选战步调比较保守 没有积极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而是稳固蓝军基本盘就能胜选 现在蒋万安仍然是权力冲刺 非常的强势来争取他的选票 操作所谓的气保效应 光靠蓝营的基本盘 就可以把这一只母鸡保护到 让他可以选上 打残师中稳蓝军操作气保 讲万安选战步调剑区保守 讲获得更多市民认同 恐怕必须拿出政策争取支持 三位新闻刘安静永远博台报道